各位晚安,我是姚永勤警司,是葵青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 想藉少時間和大家簡介一宗行劫案發生的經過 和警方拘捕疑匪的過程 本案的事主較早時在網上刊登廣告 表示有一個名貴的手袋想出售 這個手袋價值港幣39萬 事後也有人跟他接合 表示有意買這個手袋 大家經過一輪商議後 在2020年3月23日在葵青區交售 去到昨天晚上大約7點鐘左右 事主一行三人 一男兩女 去到葵青區葵青龍 一個工業大廈的外面等候買家 在這個時候突然有三名男子衝向事主 一行三人 亮出一些鐵棍 對他們施責 亦司機搶到這個手袋 這個時候我們葵青分區的同事正值在現場進行便裝行動 他們見到案發的經過 於是馬上喝止這三名的賊人 那賊人隨即逃跑 我有同事跟其中一名事主 一名男事主 尾隨這三名賊人想追捕他們 大約在五百米過外的範圍 其中一名賊人被我們截停了 當時這名賊人在他身上拿出一把牛肉刀 指嚇我們警方 那我有一名的警長見到這樣的情況 於是就要拔出他的配槍 亦都警告這名賊人 那賊人見到這樣的情況 唯有氣骸投降 亦都被我們拘捕的 這名被捕人士 是一名十九歲的中國籍男子 他報稱是無業的 另外兩名的賊人 分別逃往葵壽路及青山高路方向逃去無蹤 警方現證通緝這兩名賊人 他們分別都是二十歲 身高大約是1.7米高 瘦身材 案發的時候就是黑衣黑褲 戴黑口罩和戴鴨帽 那警方當然留意到 我們在葵青區的暴力罪行是有上升的趨勢 是的,在2019年我們看到 全年只有三宗行劫案 但到了今天 3月24日 我們已經有12宗這樣的行劫案發生了 當然其中的八宗被我們徵破了 當然我們除了努力去緝拿這些賊人之外 亦都會進行多方面的防罪工作 正正今晚能夠這麼快將賊人拘捕 就是我們葵青分區的同事 在現場進行一個便裝行動的工程 剛好看到這個案發的經過 就成功將刊人拘捕 我也再一次作出一個呼籲 指出這個行劫罪 真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罪行 因為一經定罪 最高的刑罰是終身監禁 所以市民真的不要因為貪圖這些利益 就是干犯這麼嚴重的罪行 我的簡報就在這裡作一個段落 那個AP有沒有黑社會背景 黑社會背景就是 我們初步相信它是有黑社會背景的 當然它犯的案 這次與黑社會的活動無關 純粹是一宗有預謀的打劫案 這樣的情況 因為我聽到你說它本身有三個人作案 而且都是比較年輕的年紀 近這幾個月 例如在葵中、青衣 例如在馬加列對出的一些非法油斬 也有幾次干顧過打劫過 其實是否這三個人作案 這樣說 這幾個人 第一 一個被拘捕人士 以及兩名在途人士 牽涉的案件 沒有其他 當然是我們調查範圍 我們都認為這次行劫案 純粹是個別 針對這麼名貴的手袋 他們的目標是這個手袋 所以與三合會活動 並無關係 就是這樣 那些莊物是否正常在被拘捕人士身上 多謝你的題目 你的問題是 我們在拘捕那名疑犯的時候 在他身上成功檢取被盜的手袋 你待會也可以看看手袋的情況 好嗎? 多謝各位 謝謝 Sir 不好意思想問一下 你初步現在是用什麼罪名去拘捕人士 當然是行劫案 其實很明顯是行劫案 整個罪行的元素就是行劫 好嗎? 謝謝你 好 麻煩你